又下雨了 北方的花肉注意一下身体 一场秋雨一场寒 不过咱们养花呢 有的花肉可能不注意 这个呢是朱顶红 这边的叶片呢是晒伤的 之前呢是在大棚里面 它的光照没那么强 但是我们也是尽量给足光照 来到室外呢 经过全日照之后呢 还是晒糊了 如果是一直从花芽开花 一直晒太阳的话 它不会晒伤 所以说花肉们收到花以后 一直跟花肉们说 不是不能晒太阳 就是不要暴晒 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呢 秋天一直跟花肉们说 要给它来第一波肥料 秋天的第一波肥料呢 同时也是2023年的 最后一波肥料了 基本上算是 你如果不给它补肥料的话呢 像大部分种球类的 今天早上我也想这个事 它这个时候呢 它要掌球 要储存大量的营养 来冬天的时候呢 去分化花芽 花肉可能理解不了意思 就是说它要冬眠 你要狗熊一样 它在秋天的时候 就拼命地吃东西 到通天的时候 它有足够的能量去冬眠 这样你听懂了吗 这个也是一个道理 那位的话说 老花你们这个冬天怎么办 我们冬天下霜之后呢 等上面的叶子都冻死了 我们会剪 剪了以后把球起下来 起出来之后呢 我们会扔到 就是稍微凉一点的地方 或者是呢 直接用土给它盖起来 就是整个的盖起来 做一下保温 然后呢 就在外面不用管 到第二年春天自己长起来 不过呢 这个时候啊 下过雨之后 我们要做的功课就很多了 尤其是花儿梅养的大部分的植物 就要来一波杀菌药了 我手里面拿的这个呢 就是小黄的二号了 大家用的时候 尽量地去怎么说呢 去戴手套之类的 我就老农民 我们也习惯了 我干什么呢 我要给它做一下杀菌 我直接撒到土里面就OK了 如果说家里面有宠物 或者小孩的话 有呢 尽量的是兑水啊 或者说是深埋一下 我就不深埋了 这个是为了防止发霉腐烂 因为这个雨不知道下多少天 再一个呢 雨后呢 它又很热 雨还会携带大量的病菌出来 所以说花儿梅要盖在这个点 这是第一点 尤其是月季这些个 肯定是每一波雨后 都要给一些个杀菌药的 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说 没有上肥料的花油呢 尽量地还是这个时期 给它补一下肥料 我用到的是缓施肥啊 会玩的背马迪斯 凑着下雨嘛 施肥 一块就给它解决了 好了 希望花儿梅明白这个点 下雨的时候呢 尽量地提前预防 或者说雨后你喷洒一遍 还有一个就是秋天的最后一波肥料 也算是第一波肥料 给它该补的补一补 让它顺利的过冬 希望花儿梅养的花越来越健康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摆了头吧 嗨 嘿嘿 嘿嘿